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对面那个森林一直走过来的 绕了一大圈 整个人现在已经崩溃了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场所 是一位艺术家 他拿出来德国的一大块空地 搞了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都是水泥的 很硬 然后呢 石心的 上面没文字 不过据说呀 好像有一块石头上面是刻着文字的 我现在没找着 这因为石头太多了 都是用水泥的 高矮起伏不同 这个作者一直也没有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的解读呢 就是说 首先这个很像一个人的观骨 然后高矮高地不同呢 就感觉给人落起来的感觉 就是说一层不够了 还要放好多层 这样的话呢 给人一种非常厚重的 无限的一种感觉 同时 据说有一块石头上是有文字的 那么我想呢 以此来推测 就是说 这里的文字是记不清的 所以后面都没有 只有一块有 那么也是体现出来一种无限的感觉 也就是说 他这块地方表达的就是犹太人 在这个地方受了恐难 这个遭受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东西用不着给他做一个背来纪念 有人说 那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反对犹太人的意思 我绝对没有反对犹太人的意思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感觉 这就是在里面的这个 你看看 这个密密麻麻的 高高低低的 但是横竖的话呢 还是很直的 还是很直的 我现在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 再说两句 就是我想说 为什么犹太人是不值得可怜的呢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人类记录了一个关键时期 也就是说 有三种思潮 第一种是资本主义该何去何从 因为马克思呢 提出了这个资本论 讲究了这个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有矛盾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资本主义该怎么走 资本主义本身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其次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其实是没有国家用过的 后来列宁改组了马克思的理论 也就是说 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 而列宁说是以共产党来代表无产阶级 实用一个专政 那就变成了共产党的专政 而建立了一个极权的 苏联的一个国家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说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基于种族理论 有点错误的种族理论 而共产主义运动呢 是基于有点问题的社会学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在那个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下产生的 因为当时的那个二十世纪的时候 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呢 不用深入 对于人本身的这个心理上的思考和社会上的考量都不够 所以呢 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 只能做出来这种理论 可以说不管是社会达尔本主义 还是说马克思主义 他们出发点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想描述客观功能来描述这个社会 但是结果呢 就是事与愿违 他们描述的呢 就是跟真实的有出路 并且给出了一些错误的推论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并不能说他是错的 只是说 在那个条件下 他不得不得出来这个结论 现在既然已经改变了 那么自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那有人说 那你对着死去的六百万犹太人吗 那你想一想 斯大林肃反杀了多少人 上千万人 毛额龙饿死了多少人 对吧 三年困难时期 三千万 这些都是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所导致的 那你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被纪念吗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对待历史的态度 你要公正 你这个地方有点过度了 就是过度的对犹太人 这个 来怀念他们的 而那一边呢 又过度的被遗忘了 这都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 应该平衡两者 好 今天我就先谈 谈到这 把它担当了 现在来到两个人 那这些人